释經的網上討論會,我們這次是繼續講到建立靈命的 而現在這一部分是講到真、得救和重生的人,他們會有的果子 我們講到有六樣,六類的果子,兩樣是跟救恩有關的 就是會悔改信靠耶穌,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和主人 然後跟關係有關的就是親近神和愛神 然後最後兩樣是跟行為有關的就是遵從神 還有其實是揭出果子,揭出果子就包括生命的果子和自貌的果子 我們這次是先講生命的果子 首先就是講到聖靈的果子 加勒泰書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裡講到聖靈會產生的果子就會有這些生命的果子 一個得救的人必然有生命的果子 如果他生命沒有這些果子,他生命完全沒有改變 仍然在罪中,仍然是很多乾硬啊,不悔改啊 沒有愛人的心啊,沒有人愛喜樂 完全沒有這些果子的時候,他跟神的關係是有問題的 因為聖靈在哪裡就會產生這些果子的 所以如果人是靈果子的話呢 那他是可以是不得救的 就是說,他的生命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我們是悔改信耶穌得救 但是悔改信耶穌必定有生命的果子的 就是因為聖靈在哪裡,人就會產生果子的 他生命就會有這些流露出來的 那如果一個人是完全沒有這些果子 就是說他跟神的關係是沒有開通的 他並沒有回應聖靈的感動 因為聖靈來到是會感動人會有人愛啊,愛心啊,有喜樂啊,和平 有平安的心,和人和好的心,忍耐的心,恩慈 有一個慈愛的心,有良善,不是邪惡的 信實,信實可靠,和溫柔,就是溫和的,和節制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這些果子的時候 就是沒有從神而生出的果子 就就是說他的靈命是有問題的 如果一個人的靈完全沒有改變的話 是靈改變的話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們 求主幫我們真悔改信耶穌 一個人怎麼可以有這些改變呢? 首先就是他真心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全心全意,信靠耶穌做救主 還有呢,是回應聖靈的感動 就是會回應聖靈感動他離開罪 他真的會離開罪 並且呢,聖靈感動他對人有愛心 他是會回應聖靈的 這個呢,就是證明他是和神有一個活著的關係 這樣的時候呢,這個人是得救的 就是說他和神是有互動的 聖靈感動他,然後他會改變 那我們這次呢,就會講一下這些果子 其實這個是單數的 聖靈的果子 就是說聖靈產生各樣的表現 這裡講到各樣的表現 是一個果子 就是說呢,我們的生命的果子 是一個整體的改變來的 而這個改變呢,是有各方面的 就是會有愛心 那麼我們每一樣呢 很多時候我們思考一些 神想我們有的質素呢 我們就去想一下 那個相反 用那個相反來帶出那個正面 就是說愛心這樣呢 我們就想到人沒有愛心 那麼人沒有愛心 會是怎樣呢 什麼叫沒有愛心呢 沒有愛心就是說沒有憐憫人的心 沒有體恤人的心 沒有看到人的需要 沒有去關心人 沒有去願意幫助人 那麼這個世界上的人 對某些人會有愛心的 就是對 尤其對他兒女 對他配偶 但是都很多時候未必的 就是一樣對兒女會傷害 對配偶一樣是很多要求 令到他很不開心 這些都是會發生的 那麼 世上的人是那個愛心呢 是有限度的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生命呢 是沒有神的生命的 人的生命就是一個自私的生命 那麼我們信主之後呢 他會感動我們 感動我們去看出這些人 關心他們的需要 去回應他們的需要 去愛他們 但是有些基督徒呢 他得救之後呢 或者他不知道是不是得救呢 或者他說信耶穌呢 但是呢 他仍然停留在他 未信耶穌的狀態 他見到人的時候 沒有連率的心 只是怒人 對人呢 有憤恨 對人不接納 覺得這些人呢 很多問題了 這個世界上的人 都是有問題的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當我們得到耶穌的恩典之後呢 我們就想去幫助這些人 去祝福他們 都想他們得救 就是當我們看到 神救我們 真是很大的禮物 那麼我都不想那些其他人呢 會沉淪 那麼就會有這個愛心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是生命沒有被更新了 那麼我都 有很多基督徒找我聊天 那麼他們呢 都會說到 某個人對他不好 那麼 有些人呢 他講這些的時候 他只是講到 他自己怎麼受傷害 但是有些人呢 他是很怨恨的 就是說 他說這些人 為什麼這麼差的 這麼不好的 這麼多問題的 為什麼神都容許他們 存留在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還存留在教會裡面 他們就會有一種憤恨 在他們心裡面 是很難接受他們 心裡面呢 很難遙恕他們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難阻他們 跟神的關係 因為他心中有憤恨 不是有愛心 不是有憐憫的心 那這個一種呢 就是看到人的問題 就不喜歡他們 恨他們 那麼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教會的人沒有憐憫的心 那麼我自己 就是曾經在不同教會 牧養 那麼我 通常來說 我一看到新人 我是很興奮的 很開心的 那麼我當然會 叫一些人 你們去關心他 跟他聊天 那麼 那麼有些人呢 他走過去跟他聊天 他們說 嗨 你好 歡迎你 叫什麼名字 或者說完 那麼 自己又走回去基督徒那一堆 那些基督徒走過去 歡迎他 然後 自己又找一些基督徒 聊天 就不再跟那個新的人聊天 那甚至有時候呢 也都會 有時候就是我去提他們 那麼 那甚至有時候呢 就會 就是由得那個新來的人 站在那裡 沒有人去關心他 我見到 因為我自己又同事 又跟那些新人聊天 另外那些新人來到的時候 我心裡面是非常 掛念那些新來的人 我不想他來到覺得 沒有人關心他 我心裡面是 很想自己能夠走過去 那但是呢 我發覺 都有若干的基督徒 是沒有這個心的 我也都見過 有些基督徒是很有心的 就是時時都關心人 但是我也都見過 不少的基督徒 是沒有愛心 沒有憐憫的心 那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 反思 我們的生命 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 自己缺乏愛心呢 缺乏憐憫的心呢 和人呢 有一種左隔 不願意去踏出去幫助人 只是掛著他們的不好的地方 人不好一定是有的 那我時時在教會 我都是見到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時時都見到的 那我見到的時候呢 我的心總是說 他們需要成長 他們需要幫助 他們需要被神去改變 那於是我就會 嘗試去輔導他們 去幫助他們 就是我的心態呢 就是想去幫他們 但是有些基督徒的心態呢 就不是的 他那麼衰 他又不理人 他又不跟別人聊天 我也不想跟他聊天 那只是計較他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變了 有不同的原因 令到人沒有愛心 那麼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讓大家回應一下 回應一下呢 就是我們討論一下 聖靈的果子 愛心 大家在這方面呢 我們有些什麼看法 有些什麼回應 或者是自己 為什麼這麼難有愛心 有困難的地方可以說出來 或者自己被神吹逼 很有憐憫的心 那我就看到有弟兄呢 就問了一個問題 一個群組那裡 兩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教會沒有憐憫的心 怎麼辦 第二呢就是 怎樣踏出這個安舒的地帶 那麼這些是需要教導的 其實我在我的教會 是時時教導這個 我時時都說這個 也都時時給他們機會 你們去關心他們 去問候他們 跟他們聊天 我時時都會做這個 那這個是 第一就是教會有這個氣氛 教會有這個氣氛 去關心人 去問候人 那 但是有些人 他是 來了兩種原因的 一種原因就是 他素來都是 跟人 就是他只是 習慣跟熟人聊天 對於那些生疏的人 他們是 沒有心的 就是不敢 有時候是不敢 有時候是沒有興趣 就是覺得 為什麼要關心他們呢 於是就會 於是就會 有這種情況 就是他們 沒有這個憐憫的心 那怎樣的方法呢 就是幫助他們 靈命更新 讓他們看到他們 幫助人是非常寶貴的 他們能夠幫助這些人 這些人是 靈命可以以後都受影響 被建立 以後的靈命都可以更新 是神紀念的 這個人也都 就是一生人都會記得 曾經有基督徒 怎樣對他有愛心的 那 這個就是 那個動力 我們神又會紀念的 所以我們有動力去 去愛人 去憐憫人 那這個是需要教導 和有榜樣 不過依然有些人始終是 那個心是 更新的程度很弱 始終是 等人去關心 始終自己不去踏出關心 那這個是 教導 和整個教會的氣氛 希望改變他們 那 但是 一別人不改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很難去改變他 因為 我們只能夠教導 或者為他祈禱 讓他切身處地 你經歷到神的祝福 你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你想不想 你都祝福人 那神就喜悅你 你能夠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喜悅了 耶穌就祝福你了 這樣 那 在我經歷聖年之後 就是我都更新了 很多人的生命 有些甚至去宣教 那其中呢 有些去到一些很困難的國家的 就是 有去一些 在伊斯蘭國家 他們要很小心 很忍悲地去傳福音 去建立和那些人的關係 是真的很大的愛心 是因為聖靈更新他們 所以他們願意去付出代價 是真是一個很大的踏出 去到一個國家 那國家很多時候是沒有公義 沒有公平的 因為在很多國家 他們不會對基督徒是公平的 但是他們會願意去到這個地方 去祝福這些人 是真是踏出他們的那個 舒適的圈子 舒適的地帶 而踏出去祝福人 那這個是 真是聖靈更新的 那我們怎麼踏出自己的安舒地帶呢 這個就是我們必然是 被神的愛激勵 我講過有四個動力 神這麼愛我們 第一 第一就是神是充滿愛的 第二就是神很體重我們 祂提升我們的 第三就是我們聽神說 我們祝福人 神是很歡喜 會必然祝福我們生命的 第四 當我們沒有對人沒有愛心的時候 沒有憐憫的 聖經講到憐憫人的必蒙連率 如果沒有憐憫人的 也都不會得到憐述的 他們會 即是他自己會 第一人對他的連率是有限的 當一個人不肯連率人的時候 他是 別人是不會信任他的 另一方面就是神會覺得這個人生命是有問題的 他和神的關係會受難阻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繼續不連率人 那我們的生命就變得很差了 所以我們的動力 我連率人神一定會歡喜的 神會體重我的 神會興起我的 會使用我的 去祝福人的 所以我願意去連率人 那這個是 就是這四點 去激勵人去更加連率人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或者回應 就是講到關於這些人的問題 我們怎樣去 有愛心對人 這些呢 小孩子會不會應用到的 就是比如這些聖靈的果子 小孩子如果都做了這些 比如沒有連率人 會不會有這個效果呢 就是神審判他們 那些叫什麼管教 你說給神管教 是啊 小孩子如果又做這些 會不會像大人那樣 大人 比如聖人 信耶穌信得很真的 神真的會管教 還有我們會很感受得到 那小孩子呢 都會 小孩子如果做這些 會 一樣的 一樣的 神不會分開你的小孩子 不過當然 神對小孩子他明白 小孩子他做到的事是 是有限 是比較困難 那神 會有更多的耐性 不過 也都其實有時候 有些小孩子 他們很大改變的 因為 有些好的綁藥在旁邊 小孩子有時候很單純的心 他見到其他人有愛心 他有時候 是 也都能夠踏出的 但是同時 我們都見到這些小孩子 有一方面 就是有時候 有些 他未被醫治 那麼 很多人其實 跟人相處 有問題 都是因為 沒有被醫治 就是他的心裡面 很多傷害 很多不開心 於是他整個生命 是苦毒 是不喜歡人 又覺得人 你不喜歡他 所以 有些人是很難踏出 去跟人建立關係 有一個連率人的心 那這個是 需要心靈的醫治 幫助他得醫治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 有回應或者問題 還有我們反思自己 我們是不是有連率的心 還有我們反思自己 我們是不是有連率的心 我是想回應 其實我是 上了20年 受診之後20年 但是這20年 可以說 我是在教會裡面 是因為自己的 很多時候 要自以為是的東西 說一些東西出來 見到別人的東西 就去指出 簡單說 懶惰 這時候引到很多人 對我的那種反感 甚至乎 那種 海港受到很多的傷害 包括 而到現在 是和家庭都破裂了 一個人 原本有兒子有孫 但是現在一個人獨居 海港是很痛的 但是我一直是這樣 感謝神 其實它是帶著我 慢慢慢慢去自己 醫治自己 而在去年開始 是和四個 有一個弟兄剛剛讀完聖學 那四個人一起去 加入一個教會 從另開始去植課的 植一個粵語課 但是看到現在慢慢和這個弟兄 發覺看到原來他 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我可能是錯了 他感覺他只是 又是想 他講得好聽 不要為堂會做奴隸 但是給我感覺 他正正地就是 又是走回去教會 那個事奉 又傳到 現在就站在那裡 我是在昨天 是決定了 就是 不在於他的同工 已經 回到自己的母會 大家都為我祈禱 都為這個教會 就是他 無論怎麼樣 因為神挑選他 神有他的心意 因為希望是他 可能我希望我看錯了 但是我是很不捨得 就是去年11月 從另開始到現在 剛剛是差不多將來一年 都有二、三十人聚會的了 我希望這個小的堂會 這個小團體可以繼續發展 我現在是會回到自己的母會 但是心裡面 真心心底裡面 是覺得是有傷害的 OK 你剛剛講的說話 你是講到自己受傷害 是不是 就是失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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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跟我們現在講的相連 因為我們 我希望大家回應是相連的 我們講的時候 都想一想 我們講的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將你講的 跟我們講開的相連 因為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怎樣 建立這個愛心 或者有時候 人沒有愛心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注目在 我們可以做得什麼 在這個情況 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人 他的做法 有些事情 你覺得難於接受 於是 你就決定 離開他 不和他一起 建立這個新的事工 這樣 我聽完你這樣說 因為你單純這樣說 聽的人會不知道 到底是你做錯決定 因為他做錯事 到底是怎樣 聽的人就不會很知道 有些人會聽完之後 不知道 就是怎樣 跟他合作不到 我們就不和他一起合作 這是不是愛心的表現呢 這樣 我就會這樣回應 就是我回應你的情況 其實第一 我們分享任何事情 我們都去想一想 目的是什麼 我聽到你的目的 可能就是你分享你的困難痛苦 你是分享你的困難痛苦 那這個和愛心有什麼關係呢 那可以說 或者你覺得他不夠愛心 而你合作不到 那我就會希望是這樣的 即是說 如果我們分享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和大家說 我都嘗試過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成熟 或者處理這個和這個人的關係 都發覺 真的 他 或者他是沒有這個連率的心 他只是一個事工的心態 但是 覺得他缺乏愛心 所以 我都不能夠和他合作 如果是這樣 的時候 你就會說出來 原來 沒有愛心的時候 去做事奉 都未必是好的 是 就會產生問題的 那也都有可能 比如說 那會不會是你自己 沒有這個連率他的心呢 就是說 他有困難 到底是不是需要去幫助他呢 因為是 你就沒有想到這方面 我去幫助他 只是說 我們不合作 就會去 我們就不再合作了 這樣 那這個呢 就 因為你沒有給足夠的資料 所以我們不能夠去回應 而 我就會這樣說 我就會跟你這樣說 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有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作為成熟的基督徒 就是反思 我到底有沒有嘗試和這個人處理的問題 他是不是肯接受 提議 討論 商量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如果他是真的完全不能夠改變 我們都不能夠改變了他 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就因為 我覺得對方是缺乏愛心 所以我不再跟他合作 這個是 我可以接受的 因為有些人 他真的沒有愛心去侍奉的時候 我們未必要跟他合作的 所以我希望你是有一個 正義的目的 我再說多一點點 其實是 我回應一點點就是 我是有試圖 是 跟他之間 就是私底下 是會有討論 甚至爭辯 甚至會 我都會跟他的太太 都會有去溝通 但是現在我看到就是 我再下去 就是已經感覺到 就是他已經是 就是他是怕了我 因為那個人很 就是挺固執的 就是加上我一個年的年紀 各方面 看到他是會 表面上就是 就是 我跟他 幾乎是加一晚隔兩晚 我們會有溝通 你先說是你固執的他 你先說是你固執 兩個都固執 兩個都固執 他都很固執的 就是 他固執幾件 他果然是神學 我呢就是 弟兄 我認為我們現在說的是愛心 我想你留在說愛心那裡 因為我們不是要多聽他的問題 我們想去思考就是 我們是不是去用愛心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是那個人已經不能夠合作了 所以他沒有愛心 所以我們處理過都是放手 就是我想停留在愛心 我就不是想停留在他有多少問題 明白 這個就是我們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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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離開 不是我離開他就是因為我愛他 我不想和他有衝突 我離開他是因為我明白 我沒有辦法改變他 所以我選擇我自己離開的 OK OK 那這個就是你覺得 改變不了他 OK 那這個是可以的 如果是覺得大家都 合作不會是 和諧的話 那這個也是可以的 OK 好 我們想大家回應的是 主要是講到 人的愛心和缺乏愛心那方面 那有沒有其他人想分享 或者分享自己的困難去愛人 去愛人的困難 或者有些人缺乏愛心那方面 大家可以 熱目 是 是 我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因為我以前 有情緒困擾的時候 我只是想自己的 真是 沒有心機去想別人的需要 只是覺得自己的問題很多 重點放在自己身上 當我好回來 我覺得我需要學習這份愛 但是偏偏 我好像不太習慣那樣 不要習慣 不要懂得怎樣做 但是神又要好好的預備 預備一個地方給我在那裡去學 學怎樣去關心別人 但是我真的在那裡學到 主動了 多了解別人的需要 這樣 但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在教會那裡 反而少了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傳統教會 人人之間好像很被動 那樣 不是那麼主動去關心對方 有些你想關心他 反而他很難做閃 就是好像害怕讓你知道他的事情 那樣 所以有時候自己好像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那這樣的情況應該怎樣呢 愛心是 就是不是一定說我們能夠去 就是怎樣呢 有些人他是不接受愛心 或者他不肯回應的話 我們愛心就不是要強迫他們改變的 我們可以激勵他改變 可以感動他改變 那有些人他真的生命沒有的時候 那他的愛心就會找方法 我怎樣去 言吻他們 關心他們 去影響他們呢 那 那一步步 就是 不會說心急於我要快些去改變到他 是知道有些人改變是很難的 所以我也會有耐性去改變他 而有些人也都有時候 有些人他本身的生命是很弱很弱的 是 的而且確是困難的 就是 因為他的教導一向是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很難改變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一個 其實平信圖都可以影響到教會 但是這個是艱鉅的 是困難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多少就多少 那麼 作為牧者呢 就容易一些 這個是 是需要勇氣的 需要勇氣 需要勇氣 還有耐性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不容易改變的 那也都 我們又不是 有職責去改變每一個人的 有些人是 就是 譬如在一個教會裡面 有一幫人 有些肯願意改變的 我們可以放多些心機在他身上 這個不代表我 就是對人沒有 對有些人沒有愛心 因為我們是可以 注意 放多些注意力 在那些 願意改變的人身上 譬如耶穌 他注意力很強 都是在十二門徒的身上 這個就是他選擇 他選擇 興起這幫人為主 所以我們在這個教會裡面 那些人真的很不接受的時候 我們一樣跟他招呼 一樣盡量可以影響他 但是我們不用用很多時間 在他們身上 好的 我也想分享 是 好 回應這位姊妹 這些情況都是很常有的 但是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很愛這些人 可以跟他們祈禱 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愛 如果你一天跟他們祈三次 連續的其一段時間 我相信神會啓示你 用什麼辦法 有什麼行動 就是祈禱先 然後 就神會啓示有什麼行動 是釋切到這個人 是同工的 就是我的分享是這樣 你現在說是代討是不是 你現在說 你一天跟他祈禱三次 是的 向神祈禱 為他祈禱 這個都是愛來的 為他祈禱都是愛來的 還有人 只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如果神去 神的靈去作供是很厲害的 是 是 我們應該 代討的 為他們代討的 同時我都會這樣說的 他們都一定是會 給神去改變 討告才能夠 神才能夠在他身上做功 有很多人神很想在他身上做功 不過他不肯聽 討告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 因為 就不代表說 討告之後他一定改變 我們只是說 我能夠做到多少 我就做多少 也都是 放多一些精力 在那些 願意改變的人身上 才去慢慢影響那個問題 就是討告是其中之一 很具體 就是真的在做事 就不只是覺得是沒有辦法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 或者發問 我想這個大家都為我代討 因為是很critical的 我很多事情因為不想佔讓大家太多的時間 就是大家都為我為這個 剛剛開始的一個團體 還有我離開我很捨不得的 就是放了很多的心血 用了很多的時間 但是因為和他的那個弟兄 是一個整體 就是現在我離開其實我很捨不得的 但是不想和他計算 因為已經衝突出現了 就是我不想搞到 因為始終他 就是教會做的是他 向上report的是他 那我只是協助他 那既然我和他是 就是他也不會聽我的意見 我也和他是 就是大家在這個表面上 我覺得就是假如這樣 我不如離開了 所以我離開就是一個很… 我說很捨不得的 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幫助你 就是你去反思 是不是這個決定是對的 那是對的 那你就… 你就… 放心去做吧 就是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和他溝通 或者相處的時候 那你就… 神是否怎樣可以祝福他 或者為他祈禱 我試過很多的方法 就是… 不是我… 甚至乎我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都不是我一個人 而是… 包括在這裡我只是分享 就是其實對… 最近我有一個多條問題 看到就是 現在就是… 對那個教會 其實我是有很多的… 就是… 就是… 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 我想那兩個問題 我想問的就是 如果教會會… 就是… 發覺現在我現在是… 我心裡 我是只有一個人 做到兩個人的支持 但是我現在是… 是希望是… 是關顧那些… 是沒有人關顧的人 包括連教會都不關顧 不肯去理的人 那我會是… 用我的能力 就是… 希望可以感動到 因為在教會裡發覺 很多人進了教會 但是原來發覺 你去教會 原來受到更多傷害的 就是這個我是經歷 自己親身的經歷了 而是感覺原來發覺 在人的圈子 而是教會 有很多時候 原來發覺比社會 原來發覺是更加複雜的 因為他們… 很多法理賽人 我想這個在主耶穌的時代 都已經被譴責的 那所以其實我是… 很感謝二牧師 給我有這個… 就是今天… 今早早 就是現在有這個… 時間 可以將我心底的說話 去… 要求大家 為我代討的 好… 好… 神主幫助你 我… 我會這樣回應的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有些群體… 我們覺得… 可以合作 我們是可以跟他們合作 還有怎樣… 祝福這個群體 那如果真的… 我們發覺是沒有辦法合作的時候 我們是有… 自由去離開 不一定是錯的 那… 那… 我們都… 為他祈禱 求神去… 去… 去祝福 也都… 我們自己反思 我們自己是否有… 那些地方做得不好呢 那… 那… 我們… 我們… 怎樣建立愛心 就是… 見到一個群體 如果我們仍然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怎樣… 用愛心去影響他 那… 這個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 在心裡面… 神… 賜給我… 憐憫的心 愛人的心 我怎樣去更加祝福其他人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 我覺得… 這個… 這個弟兄… 要為他代討 是… 是…他奪回他心中的平安 就是… 那個平安 是啊… 你做每一個決定 都有平安去引導你的嘛 但是… 你要奪回那個平安 是的… 我們都會紀念你 希望你… 得到一個平安 嗯… OK… 好… 在神裡面… 有神所致的平安 讓我們… 不受人影響 而是去憐憫人 去關心人 心裡面… 啊… 總是… 處理事情的時候 總是用愛心… 憐憫去處理 好… 我們現在… 在… 在這一陣子一起祈禱先 好… 一起祈禱為了每一個… 也都為了這個弟兄… 祈禱就是… 求神賜給我們… 平安… 卿省的心… 啊… 一個… 啊… 不是計較… 不計較別人的… 問題的心… 去到神面前呢… 去… 嗯… 依靠神… 親近神… 主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因為你是憐憫的神… 你是平安的神… 求主幫助我們… 凡事… 處理任何事的時候… 都是用… 愛心… 一個和平的心… 就是祝福人… 不是計較別人的不好… 當人有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接立… 我們就是求神… 給我們智慧… 去怎樣跟祂相處… 或者甚至我們… 跟祂分開… 我們都… 有個憐憫祂的心… 求神幫助我們… 對於任何人的問題… 不會… 揹上身… 不會揹著… 憤怒… 啊… 啊… 不搖樹… 而是… 我們… 在神裡面… 有平安… 主耶穌多謝你… 因為你是平安的神… 你是和平的神… 你將平安賜給我們… Amen… 叫我們心裡面… 平穩安靜… 叫我們… 時時… 在神的平穩之中…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是和平的君王…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啊… 你將這個平安賜給我們… Amen…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t's a peac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Peace… to know… Peace… to give… My peace… I give… And to you… 主求你的平安… 臨到我們身上… 讓我們不要因為人的不好而憤怒… 讓我們有智慧… 怎樣… 跟人相處的時候… 去減少衝突… 不是要辯論… 乃是用和平的心… 去處理任何的問題… 讓我們處理的時候… 是有智慧… 有愛心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是和平的君王… 和主憐憫… 祝福… 你已經幫助他… 心中有平安… 心中… 不受人的影響… 求神帶領他… 也都… 幫他處理生命… 幫他處理心… 裡面的… 不開心的地方… 也都賜給他智慧… 怎樣跟人相處…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愛心的方面的… 我想分享一下… 我以前呢… 試過去一個團體那裡… 那個團體就很內聚的… 就是那些人呢… 是… 只是很表面地跟你說… 啊…歡迎你來… 怎樣… 但之後呢… 他們就會和自己的熟人一起聊… 那我當時的感覺呢… 就是… 咦… 為什麼好像… 融入不了的呢… 那… 幸好呢… 那個團體呢… 那個團體… 當時大概… 行常出席有十幾個人… 那… 幸好當時呢… 都有一至兩個姊妹呢… 會… 關心我的… 那… 之後… 後來呢… 我就… 在那個團體那裡… 待了兩年左右… 然後… 他們都… 依然是這樣… 就是… 有其他新人… 那個新人呢… 都是… 融入不了的… 那… 最終呢… 我就… 算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 就是… 又… 感受不了被愛… 那… 我又不懂得再愛人… 那… 那… 我就… 求神… 讓我去另一間… 即… 近一點的教會… 但是… 都是同一中派… 那… 那… 真是… 很厲害… 那… 神… 讓我認識到… 那間… 我想去教會的一個姊妹… 那… 我就進去了… 現在這個小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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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很快去融入了… 那… 那… 我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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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以前那個團體就審了,沒有了 就是會沒有的 我就很認同牧師所說 如果是關心一個新人 那個人是會很記得的 就是到現在呢,我說見證的時候 我都會很記得當時那個姊妹怎麼關心我 是,感謝主 是啊,真的這個關心是很好的 但是很可惜,我是發覺 在Gilto中間 是有些人是真的有愛心 但是有很多是缺乏愛心 而如果一個群體是那些有愛心的人影響力大 或者帶領的人是強調這件事 而帶到那些人去有愛心呢 那麼那個群體就會有更多愛心的 但是呢,有些群體呢 就是始終答不出 始終停留在這個內聚的情況下 對新人沒有什麼關心 就始終改變不了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現象 那麼我們求主幫我們 我們無論去到哪裏 我們都嘗試去影響 那麼當然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是不是神不想你留在那裏呢 有時候有些群體 用了很多努力都很難幫助 那麼我來說我是會影響的 如果他給我影響 我是會影響他們的 那麼但是因為平信圖 有時候的影響力就是慢慢去滲透 那麼那個群體是不是接受呢 那麼我們都求主帶領 是不是接受 如果你真是一個群體 你是停留在群體的 那麼你就總是去影響他們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 一個艱鉅的工作來的 就是我們有愛心 慢慢去影響那些人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 其實這件事是一件難學的東西來的 愛心是難的 因為人本身是沒有愛心 是耶穌才能夠生出真正的愛心 而且人很多時候是會被不好的人影響 記掛那些不好的人就會受影響了 我想不只是去學我們親近神 親近神 是啊 親近神 神那個屬性就會在你的生命裡面彰顯 是啊 是啊 就是神那個本性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 有憐憫的心 回應聖靈的感動 去關心人 那同時也是就是親近神之外 是處理生命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受了傷害 很多人受了傷害 或者是沒有膽量 那於是呢 就總是不能夠踏出愛心了 總是經常都是計較 就是都有很多人 都在這個狀況的 就是會計較 那些人都不是很接受我的 我去關心人 又會受傷害的 那些人又不接受我的 這樣 就是有時候 有些人是會有這個狀況的 那我自己來說呢 其實我 曾經試過在 我 回到香港呢 曾經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我在一個傳統教會 侍奉的 是他找我的 就是 是以前 我曾經教過的神學院的學生 他已經 就是 現在已經成為牧師 但當時他不是牧師來的 是他打電話給我 問我 想不想去他們教會侍奉 我說 如果你開放聖靈 我會來的 那 他說我願意 如果合闊聖經 我願意 那我說好 那我就 還有我解釋給他聽 我解釋很清楚 怎樣按手祈禱 幫些人親近神 處理生命 讓他生命被提升 就是 聖靈會帶來神跡歧視的工作 就是這些我全部解釋 解釋給他們聽的 那他們全部是執事聖門都坐在那裡的 那 就全部都接受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覺那個教會呢 是 分開的 就是分開 有些人呢 是 只是在教會做事 但是呢 永遠不坐下聽到的 他在崇派的時候 他就會去搞冷氣 開冷氣 他看這個冷氣 這個 這個 那些 控制的東西 就是這樣搞定 跟著他就失蹤了 在教會裡面有若干人 在崇派的時候 就在外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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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我就 我就 我是嘗試影響他們的 我真的都很努力去影響他們 我是很正面 我不讓他們影響 我是很正面去嘗試影響他們 但是最後他們 就是我跟他們說 我說呢 我是想 推行聖靈的工作 這個教會才會大大的更新 但是他們 最後給我答案呢 很奇怪的 跟起初完全不同的 他說我們都是不接受 所以我就離開那個教會 這個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們是拒絕 還有有時候說一些不好聽的說話 不過我就不會受影響的 我只是決定 我決定去祝福 我不是計較 他們是怎樣 因為我知道他們未成熟 那我 我只是嘗試去建立 關心 愛心 那樣 但是始終他們 不單止聖靈那方面 他們不接受 而是那個靈命不接受 那我嘗試去改變 但是我發覺是 改變不到的 那所以我就決定離開的 那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情況我想分享 就是說 我們嘗試去改變 有時候人不聽的時候 我們都不帶著憤怒 其實我離開的時候 是跟那些人的關係 是很好的 不是有問題的 只是說我表白 我的方向是這樣的 那他們是接受 不能夠接受聖靈的工作 那我就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的生命的發揮 會受限制 我就不會留在這個教會的 那 但是我就不會因為他們 而影響我的 就是對他們的關心愛心 那 到我走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我是 關心他們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真實的經歷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衝破任何的障礙 雖然我們看到有時候 有些人他們沒有愛心 那我也都可以說一下一些 我經歷過牧養過的教會 那些情況 那就是給大家去思想一下 有時候有些群體 他們那個 有些人的愛心 有些人的缺乏愛心 那就是我們怎麼去改變他們 就是我們怎麼去改變他們 怎麼不受他們的影響 那首先我自己信主的時候 我後來就有個同學 我見到一個同學 因為我那時候去跑路地 我看到他乘巴士去跑路地 我問他去哪裡 他說我去回教會 那我想了很久 那我就問他我可不可以跟他去 那他說可以 那我就那時候開始去教會 去那次教會 我第一次去到教會 第一次經歷到有人跟我說 就是走的時候他跟我說 你記得下個禮拜回來 就是我很感受那個人的呼應 我到今天都記得他的名字 就是他對我的歡迎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來的 那我曾經試過在牧羊的一個教會 那裏面有團契 那團契裏面呢 就 就是有時候他們都有很多好的表現 但有些東西不是我控制到的 就譬如他們呢 曾經有個人 有個姊妹帶了一個弟兄回來 那後來那個弟兄跟我說 他說我要離開這個群體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那些人經常都說他們兩個的鞋話 其實他都不是跟那個女生拍拖 但是那些人經常說 就令到他很不喜歡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講鞋話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群體可以是這樣 就是這麼沒有一個憐憫的心 看到那個新人只是好像 只是看著他 是不是那個女生帶他來 就是那個女生 他們兩個在拍拖呢 只是注目在這樣的事上呢 就是造成很多問題 那我後來呢 我在外國曾經開一個教會的 其實有兩個教會是我開始的 有一個教會呢 就是我在一個外國人的教會那裏呢 就他們支持我們 我們在那裏開中文的工作 那是 我們由起 就是由零開始呢 建立那個關係呢 他們是 那個關係 就是都是很願意去關心的 他們都是很願意去關心的 一直都是他們會 就是一起 很多活動啊 或者茶經啊 都是一起參與 都是很投入的 那個群體 因為他們 就是回應我的帶領 就肯關心了 那我另外一次呢 我開了一個教會呢 那些 那些人呢 其實他們都是有心的 他們有心 那些多數是年輕人的 他們會 互相建立關係 不過呢 新人來的時候呢 他們是真的沒有什麼關心的 因為那時候都 很多人帶一些學生來的 他們見到那些學生呢 他們不會跟他們建立關係 那可能他們也覺得有困難 跟他們建立不到啦 那所以呢 就沒有建立關係 那所以在這裡我看得到呢 一個個群體那種接立是不同的 我曾經 建立一個團契 這個團契呢 他們 他們 每個人呢 都 都很關心對方的 就是互相關心的 就是 他們還排列他們的年齡呢 即是說大家姐大哥排,有什麼年齡排排 那就是一種很溫馨的關係 我曾經都是一個這樣的,開始一個這樣的團計 所以我只看到有時不同的群體 可以有不同的特質 求主都幫助我們在我們不同的群體 我們都嘗試影響他們去,怎麼樣把外心帶到不同的群體 我們也都自己本人 譬如我自己見到很多人 有時候他們不開心、有困難、有煩惱 我都是會盡量去幫助的 我盡量去幫助、去輔導那些人 去關心那些人 都是我時時做的 雖然當然我做的有限 我不能夠永久關心人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關心每一個 我到上一刻會交給其他人 這也是我慣常所做的 有任何人找我幫助我一定是幫助他的 我也希望大家會這樣做 有沒有人有其他回應 OK 那我們現在有個結束的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 幫我們反思我們的愛心 幫我們回應聖靈的感動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充滿憐憫、充滿愛的 求主幫助我們對人有愛心、憐憫人 當我們見到人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關心他們 我們很想他們都經歷到神的愛 很想他們得到神的幫助 我們很想我們的生命能夠影響別人 多謝天父,感謝耶穌,感謝耶穌 神你因為你是憐憐憫的神 你是充滿慈愛的神 你是憐憫的 愛我們的 你關心我們 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而任何人去關心人都是你所喜悅的 你很喜悅那些憐憫人的人 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你身上 求主幫助我們看得到 當我們做在人身上的時候是最美好的 而當我們見到有人有問題的時候 都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聰明 首先不讓他們影響 保持心中的平安 求神賜給我們智慧聰明 去跟祂相處 有愛心跟祂相處 祂不接受的時候 我們都有耐性地繼續去做 除非真是神感動 我們不再跟祂合作 要不然我們都繼續去關心祂 去憐憫祂 為主幫助我們 將愛和憐憫帶到我們周圍的人 亦都學習如何去幫助人 實際去幫助人 讓人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多謝主 實際在這個世代 是很需要我愛心的人 Hidy Baker曾經有一個異象 她看到在末世的時候 是兩個人一起去到這個世界 不同的角落 他們的愛心是很大 他們將神的愛帶給不同的人 求主興起我們都有這個憐憫的心 有這個愛心 和弟兄姊妹一起合作 去影響我們周圍的人 或者影響別的國家的人 求主跟我們一起 神力充滿憐憫 充滿愛 我們很感激你的愛 求主幫我們回應你的愛 神力充滿憐憫 神力充滿一下 或祈禱憫憫 是主帮我们愿意摆上 愿意付出我们的爱 我欠上所有 我欠上所有 愿意尘爱宝贵耶稣 我欠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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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尘爱宝贵耶稣 我欠上所有 多谢天父爱我们 求主帮我们成为爱的精兵 有基督的爱的精兵 时时有神的同在 神的生命 神的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将爱带到周围的人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阿里路亚 帮助我们影响我们的群体 影响周围的人 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刚强壮胆 满有爱心 帮助这个世代基徒 更加有爱心去影响这个世代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祝福大家 结出圣灵的果子 亦都想想想 我们怎样可以将爱心带到周围的人 想想我们是否有些地方缺乏爱心 我们怎样去冲破这些障碍呢 牧师突然间有个灵感 我们常常都说自己 我很爱她的了 我不想害她 或者不想搞到她什么 其实圣经说的那个爱的定义 就很清楚告诉自己 真正的实情 是否真的爱 因为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质道 不自宽 不疮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计算人的恶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喜欢不宜 只喜欢真理 可能留了两句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如果说自己已经在爱 其实有时候都在 还没有用这个订阅 list 去订阅一下 去订阅一下 就是帮助我们 有恒久忍耐的爱心 连恕人 祝福人 是有真实的爱心去祝福人 作词 作词 作词